关于这一段呢 我也引用一段 老师在这个光海明月的开示 227讲 227讲 那在这一讲里面 其实可以很恶要很明确的说出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回向 得到三十四的射手 这么重要 刚好这一段开始 可以很恶要很明确的说出这个重点 好那请播放 接着师父说 不管做世间出世间任何一样东西 你要学会 一定要跟一个会的人学才行 还是阐述这个问题 接下来又说 同样会的人 他越是内容精彩 越是圆满 是越好 所以在会的人里面 就提出了什么 精彩和圆满 接着我们要学习什么呢 世间法和什么 佛法 说世间法尚且如此 何况佛法 接着师父类比了 世间法如果学不好会怎样 佛法学不好会怎样 世间法出了一点毛病 那么最多你说 哎呀 做生意亏钱了 亏本了 但是佛法 但是佛法出了毛病的话会怎样呢 流落生死轮回 因为佛法是要我们处理生死轮回的 然后小的受生死之痛苦 大的在三恶道中 恶道之中的苦就非常剧烈了 师父接着说 不得了的严重 如果学的不对的话 因为佛法是要教我们了脱三恶趣的痛苦 乃至了脱整个轮回的痛苦 如果没有学明白 学错了的话 这两个痛苦都脱不了 所以对我们本身来说 损失很大 非常严重 所以师父说 修学佛法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尤其是稍微不小心一点 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效果 注意 接着师父说了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注意哪一点呢 是注意学佛法要小心吗 还是注意下面的那句话 真正对这个佛法本身是否清净 是绝端的重要 那么要想得到清净圆满教法的话 这个引导我们本身 它的条件是决定因素 注意出现了这样几个问题 就是对这个佛法本身是否清净 是绝端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不清净的佛法的传承 没法教我们了生颇死 没有办法 因为只有佛陀有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 只有佛法有 如果把佛法学错了 这个最大的胜利就得不到了 所以他本身的清净就变得 师父用了决断的重要 决断的重要 那么要想得到清净圆满的教法的话 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引导我们本身 他的条件 引导者的条件 是决定因素 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这一小段里师父的观点 他站在我们一个学习的人的角度 深刻的分析了 如果没有找到清净圆满的传承的话 没有找到那个能把清净圆满的传承 给我们的人的话 没有这个决定因素 那我们到底会不会学到清净的教法呢 不会 学不到的话 佛法给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 对我们来说就不得了的严重 就是都白忙了 白辛苦了 可见在世间法和初世间法中 最重要的就是佛法 带给我们这个利益 而它的根本决定性的因素 就是引导我们那个人 他的条件 因为他会决定 这个传承 清不清净 这个观点 大家会不会觉得师父 完全是站在学的人的角度在探索 为什么要显弃法根源禁锢 开始造者殊胜呢 完全是站在学的人 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让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法的根源清净 这么重要 法的根源清净最重要的源头 就是造论说法的那个人 而这一点光乎到我们生命的成败 比如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离开轮回 到底能不能离开恶趣 如果一个有殊胜传承的善知识 给我们开始的话 一定会无道显示 出离生死轮回的清净之道 脱离恶趣的身心业果的法门 不会让我们忽略这些 一旦我们陷入不清净的法中 我们根本走不上清净正确的道路 练练练成了旁门左道 或者在非常局部的地方 花了很多功夫 而道的主体却不知道 或者过分的追求 自身的一点绝授 而对真正处理生死的这个问题 几乎一概不提 所以这个法的根源清净 完全源自于说法者或者造论者 他的殊胜条件 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个造论者 是怎么殊胜的 因为了解了他真的光乎到 我自己学的成败 这件事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师父从这样一个角度 非常善巧地引导我们的心 慢慢地去了解 宗大师的义趣 好 那这一段里面师父一开始 用一个非常直接简单 我们可以理解的角度 让我们理解到说 引导我们的死长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师父说 不管做事件出事件 任何一样的东西 你要学会 一定要跟一个会的人学才行 后面师父又说 同样是会的人 他越是内容精彩 越是圆满越好 好 我再帮你加一句 同样是内容很精彩 圆满的人来讲 他跟你相应的因缘 越多越好 他对你的熟悉了解 越多越好 这样不是更容易教你 你更容易学吗 所以平常都说 一指师长 你要一指具足条件 具足得向的师长 特别要一指什么 如果都是很具足条件 都很有满 你要特别一指 具缘的师长 跟你从过去生开始 就有很多善缘的师长 最了解你 好 跟你的关系很密切 很容易在一起的师长 这很重要 很了解你的处境 好 很了解你的业力 然后后面师父就说 世间法尚且如此 何况佛法 你要学会 一定要找一个会的人 内容越精彩 越圆满的人来教你 佛法就特别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世间法出一点毛病 只是说做生意 亏钱亏本 佛法出毛病 叫沦落生死轮回 因为佛法就是要救我们 处理生死轮回的 佛法出了毛病 就救 我们就没办法从生死轮回里面脱离出来 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不得 万一出了问题 不得了的严重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佛法 师长都是聚立业门 聚立业门出一点点小撮 后面的苦果就会很多 好 所以后面师父说 修学佛法 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好 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然后老师就特别提醒我们 注意哪一点呢 就是真正对这个佛法本身是否清净 是绝端的重要 那想要得到这个清净圆满的教法的话呢 这个引导我们的人 他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因素 就你要学到清净圆满的佛法呢 那引导你的老师 好 就非常的重要 好 非常的重要 那后面老师也有说嘛 因为不清净的佛法的传承 就没有办法 教给我们解决 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 如果把佛法学错了 这个最大的胜利就得不到了 所以师父说 佛法本身的清净 就是绝端的重要 好 那你要得到清净的佛法 决定因素是什么 就是引导我们的人 他本身的条件 引导者的条件 是绝对的重要 后面有一段话 老师的用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 老师说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一小段里 师父的观点 他站在我们一个学习的人的角度 深刻地分析了 好 如果没有找到清净圆满传承 没有找到那个 能够把清净圆满传承 传给我们的人的话 没有这个决定因素 我们到底学不学得到 清净教法呢 不会 老师特别说 师父是站在我们学者的角度 来分析这件事情 讲完这段话之后 没多久 又再讲了一次 这个观点 大家会不会觉得 师父是完全站在 学的人的角度 在探索 后面又再重复一次 完全是站在 学的人会得到 什么样的利益 好 特别强调 师父的角度 是站在 学的人的角度 乃至于到最后 还再重复一次 好 所以师父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非常善巧地 引导我们的心 慢慢去了解 钟大师的意去 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是刚刚讲的 学者的角度 从头到尾 老师强调了四次 师父前面那段 开始跟引导 是站在 学者的角度 来引导我们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这一点 你们觉得呢 听得清楚我的问题吗 这段开始里面 师父前面那个引导 我们是听得懂 没有错 很简明二要 但是老师会特别提醒 我们师父是完全 站在我们学习的人的角度 来做这种 深刻的分析 为什么很强调 师父是完全站在 学的人的角度 来探索来分析 为什么 对啊 应积什么意思 怎么应法 因为完全站在 我们的角度 帮我们考虑 这样做 对我们有什么 殊胜的好处 不这样做 对我们有什么 可怕的后果 完全站在 我们学的角度 能够得到 什么好处的 这种角度 来探索的话呢 就最容易 说服无名的我们 平常我们就觉得 我好端端 干嘛一定要替你的 对不对 好 我好端端干嘛 跟人家学 我还得费尽力去 还要找一个 很够条件的人 然后又死心塌地 跟着他学 其实一个无名的众生 他没有想清楚之间 他是不太愿意 这样做的 他是不太愿意 这样做的 可是师父就很善巧 他完全站在 你的离苦得乐角度 我们学的人的 离苦得乐角度 怎么样才能 得到最大的好处 对啊 那你要跟一个人学 那当然教你的人 非常重要 而且越精彩 越圆满越好 好 这也是师父在 这段开始里面 三巧的部分 所以你就从师父 这个三巧 就直接可以体会到 引导你的人 有多重要 好 就是这样 好 好 好